特朗普推翻奥巴马决策,禁止变性人进美军服役当地时间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发数条推特,宣布禁止变性人以任何身份进入美国军队服役。 特朗普称,美国军队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取得绝对性胜利上,无力承担变性人的高额医药费和潜在的破坏力。 特朗普此举,推翻了前总统奥巴马开创的政策,引发民众强烈抗议。 据美国兰德公司2016年估计,美国军队13万现役士兵,中约有2000到11000名变性人。 纽约时报俄罗斯欧盟,强势回应美国新制裁法案俄罗斯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于26日对美国新制裁法案作出回应, 称这一议案或将破坏俄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法国、德国和欧盟也对此法案提出异议,担心新制裁法案将有损欧洲企业利益, 尤其是与俄罗斯有合作项目的能源企业。 当地时间25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结果通过了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议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是否签署表态。 CNN以色列遵守承诺,全面拆除圣殿山安检设备当地时间27日。 以色列遵守此前承诺,将耶路撒冷、圣殿山的金属门等安检设备全部拆除。 巴勒斯坦居民在阿克萨清真寺外欢庆。 自14日两名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遭遇枪击身亡后,两国居民发生多次冲突。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美国国际谈判特别代表先后介入调和。 25日凌晨,以色列方面突然宣布,拆除安装在圣殿山的所有安检设备。 采取其他安保措施。 BBC英国研究欧盟移民对国内冲击。 委托欧后,时代做准备英国内政部,于当地时间27日宣布。 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移民顾问委员会,The 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进行一项有关欧盟移民对英国冲击的调查。 据悉,此次调查主要涉及欧盟移民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便针对不同领域制定英国脱欧后的移民政策。 调查结果预计在2018年9月出炉。 内政大臣博尔·鲁德·Emberrod表示,英国将确保有贡献的移民前往英国,但同时降低净移民数量。 未报韩国法院审理文化界黑名单案,前政府高官被判刑当地时间27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 因滥用职权等嫌疑被拘留起诉的前总统秘书长金奇春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韩国前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赵允玄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 据报道,两人涉嫌一起制造了文化界黑名单。 凡是被纳入黑名单者均被禁止参与政府扶持的相关项目。 法院认为两人罪行证据确凿,决定接受特检组要求,签发逮捕令。 韩联社旅法大熊猫欢欢确认怀孕,将诞下首个法国熊猫宝宝。 当地时间26日,位于法国中部圣埃尼昂市的伯瓦勒野生动物园宣布, 旅法大熊猫欢欢在接受超声波检查时被证实怀孕。 据报道,欢欢预计于8月中,上巡生下首个法国熊猫宝宝。 大熊猫欢欢和伴侣原载即将满9岁。 他们在2012年被租借给法国,进行为70年的中法大熊猫繁育合作计划。 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发言人表示,熊猫宝宝将在诞生后二到三年内归还中国。 好分顿由报威廉王子为王室静泽。 辞去救援队职务当地时间27日,英国王室第二顺位继承人剑桥公爵威廉王子辞去空中急救飞行员的工作, 以便全身心旅行王室职责。 据报道,威廉王子自2014年加入东安格利亚空中急救队, 至今已工作两年多时间,参与过多次急救。 谈及这份工作,威廉王子表示非常荣幸能成为其中一员, 并称赞了急救飞行员们对救护工作的贡献。 据悉,随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开始减少王室职责后, 王室年轻一代将承担起。